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减低蛀芽的机会 除了减少饮食的次数及清除芽菌膜外 适当地使用孵化物 也可以巩固牙齿 防止蛀芽 由于孵化物能加速唾液中的矿物质 修补被酸素侵害的牙齿表面 促进初期蛀芽的自然修复 加强牙齿抵抗酸素侵害的能力 因此 我们日常选用的牙膏 必须含有孵化物 如果你容易患上蛀芽 便应请教牙科医生 你是否需要选用市面上含孵化物的漱口水 使用含孵化物漱口水时 无需用水稀释 只要用它漱口一分钟 让孵化物渗入牙缝和牙面的每一个角落 另外 吐出漱口水后 无需再用清水漱口 当然 最好于每天睡觉前使用 这样孵化物才可以长时间留在牙面上 以减低蛀芽的机会 在 Hugh Shirula说 来到幕蓬勺于河 zit 从这个冷却主线下述水 入圣水 寻生